你水星掌管的双子呢,喜欢沟通,喜欢交朋友,所以你们可以慢慢的去打入他的朋友圈,让双子身边的朋友都认可你,认识你,喜欢你,而且呢,要慢慢的,让双子愿意放松的,轻松的和你瞒在一起,那么讨厌,枯燥,死板的,鸟不生趣的人,所以,你如果又会社交,天生又有趣,又搞笑,那么很容易吸引双子和你瞒在一起,但值得注意的是,双子喜欢被吸引, 他们不喜欢上赶着去追他们的人,而是喜欢自己,想要去探寻,探究的心,想要去探寻的人,比如说,你有一些独特的特质,让他们像绝经一样,不断的想要去了解你,他们喜欢有趣的灵魂,如果说你有哪方面独特,那么他们就会引起他们的好奇心,想要更多的去接近你,了解你,靠近你,所以,如果你能有层出不穷的奇思妙想,能瞄懂双子的梗,和他们玩在一起,和他们, 像朋友一样自然相处,让他们对你产生很强烈的好奇心,像朋友一样熟起来,那么,他会对你越来越有好感, 很多双子呢,都是辩论高手,才智过人,他们对自己的聪明一般会非常的有自信,所以呢, 他们一般来讲的话,不太喜欢别人去贬低他们的智商,但是他们也不会过度自大,他们实际上是时刻保持愿意学习新东西,也愿意欣赏不同人,不同的想法, 对双子来说,这个世界就是因为有不同的人,不同的奇思妙想,这个世界才这么丰富多元,这么有趣, 所以他们很会尊重别人的聪明才智,别人的想法,也希望别人能够欣赏他们,尊重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个想法, 所以你要做的是,欣赏他们,他们也会欣赏你,他喜欢互相尊重,互相给面子,互相团在一起的轻松的朋友, 不要和他们太矫正,不要和他们比高下,甚至贬低他们的材质,这是他们的雷区, 如果说你不停地和双子辩论,不停地想赢过他,不停地贬低他的聪明的话, 那他很有可能会慢慢地疏远你,而且双子呢,往往表面上是欢欢乐乐嘻嘻哈哈的, 但是其实上,内心是比较孤独的,如果你能够做一个懂他的人,有耐心地陪伴他, 让他慢慢地愿意为你卸下心房,愿意把一些真实的面貌展现给你, 真实的双子可能没有他外表看起来那么活泼那么开朗,有时候甚至是会有一点安静, 那么这个时候只需要你具备足够的耐心,然后陪伴他,他很需要的是稳定的耐心情绪和陪伴, 如果双子愿意卸下宣下的外壳,和你静下心来,慢慢地静心谈心, 谈他对很多事情的看法,深度的情绪,过去的经历等等等等, 这个时候表明他已经对你慢慢卸下心房,这个时候呢, 再耐心地和他进行深层次的心理沟通,慢慢一点一点地了解真实的他, 他是一个值得品类的星座,双子在百变活泼的外表下, 藏着的是一颗沉静的心,双子是一个非常需要空间的星座, 不要过度打扰他的个人空间,哪怕你们再相爱,哪怕你们再熟悉, 但是双子也是需要空间,他们极其崇尚自由的, 因为他们是风向星座,和双子要长期相处的话, 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彼此都能够尊重,保持一定的距离, 不要太过的粘腻,有时候呢,也不要像小孩子一样无敌取暴, 强迫双子做他们反感的事情,千万不要太过依附于他们, 因为太粘腻的关系都会让双子感到窒息, 除非啊,这个双子它的月亮是落在水象星座, 或者它整颗星盘的元素,水元素占比比较高除外, 所以呢,和双子真正相爱相处的话, 你需要做到真正内心强大, 学会成熟能独立去解决问题, 淡定且从容的和双子相处, 它会更欣赏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